奥巴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直接向美国人民阐述对大马士革 8月份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 做出坚定不移的回应 是攸关全球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 美国情报部门说 至少1400名男女老少 在化学武器攻击中丧生 奥巴马总统说 国际社会不能接受他所说的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犯下的如此罪行 当独裁者犯下暴行时 他们指望世界视而不见 直到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被人淡忘 但是暴行确已发生 事实不容否定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如何动作 早些时候 美国国会就叙利亚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议员们就俄罗斯提出的 将叙利亚化学武器交给国际监控的方案 向国务卿克里提出质疑 俄罗斯的方案必须得迅速得以贯策执行 必须是真实可信和能够核实查证的 奥巴马要求国会在首先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时 先推迟就是否动用军事手段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 奥巴马说 倘若需要军事打击的话 目的应当是遏止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降低阿萨德政府的能力 他说未来任何行动都不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样 没完没了的 也不会像利比亚和科索沃那样长期的空袭行动 这也将减少对美国盟友 以色列 土耳其和约旦等的危险 并向叙利亚的盟友伊朗发出一个信息 如果未能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武器 将削弱禁止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助长阿萨德的盟友伊朗 伊朗必须要决定 是要无视国际法制造核武器 还是选择一条更加和平的道路 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迈克唐纳说 他不会投票赞成授权打击的决议案 这项议案不会通过 一些民调显示 美国人民强烈反对对叙利亚实施任何军事打击 奥巴马总统向国会议员们 和在家中看电视的美国人民发出呼吁 我请求每一位国会议员 以及今晚在家中看电视的每一个人 去看看化学武器攻击的那些画面 然后问问 如果美国看到一个独裁者 公然违反国际法 施放毒气 而我们却视而不见 那么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中呢 叙利亚的战争仍在继续 奥巴马总统承诺 在美国一旦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 还要加倍努力 寻求政治解决长达两年的叙利亚内战 美国之音记者罗宾逊 白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